Hello,大家好,我是熊猫,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卸妆分享 同时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说首先我要把我头发拉起来 因为我不喜欢有头发挡在脸面前,不好清洁 抱歉,我那个浴室里面有那个抽气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坚快 OK,拉起来以后呢 我一般会用这个叫什么 Masella Water 来稀有的底妆 那最近呢 我有开始去约会了 所以说有碰到一些圈子以外的男性 然后有个问题就是想问大家一下 就是最近一个男生跟我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就是他觉得上过私校的人 他们好像会比一般上公校的人 能力比较好一些 我现在当时这么说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在讨论说 其实一个人能力要看他个人本身 跟学校私立或者是公里没有多大差别 墨尔本应该说澳洲这边 应该说澳洲这边 私校的那个设备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小孩考入大学的那个 机率也会高一些 他当时跟我讲这个时候我还蛮生气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上了一个公校吧 但是我不觉得说上公校的小孩 他人生就会比较不顺 或怎么样 但是还是 是一个友好的讨论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是有什么想法 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差不多以后呢 我要写我的唇砖 今天用的是一块 霧面的口红 所以说我要用的是我最爱的这个 Garnier 他的 makeup for move off 摇一摇 然后放在这个contin pad上 我今天没有上床眼妆嘛 所以比较容易一些 对啊最近开始拍这种很短的视频 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慢慢习惯这种上床视频的一个频率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见惯 然后联系干净以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开始护肤的步骤了 那因为我现在是 刚到家嘛 我想要就是大概清理一下 我可以去自己在家做一些运动 所以我今天就先做全套保养 我会用这个来自 COURSE X 他们家的这个 CLEAR PAD 来 擦拭我的脸颊 好像每次擦脸都会做的那个鬼脸 嘴巴 我一定要拿来看 这个CLEAR PAD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但是推荐大家一周用三次就好 不要用太多 因为它还蛮有沙场迷的 因为它还蛮有沙场迷的 皮肤也很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用它来 把皮肤表层那些 Bumps 就是粗糙的地方给抹一抹 还蛮有效的 其实我想通过这个视频 这个短片 看到大家一些回复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觉得上次小对一个人的人生的大道上 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